桃园多元化的特色总让人流连忘返 而今天外景队特别来到桃园 走访在地人推荐的圆明好店 品尝原住民特色美食 见识原住民的手工技艺 体验原住民丰富的瑰丽文化 位于桃园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东远山 在这里欣赏变化万千的山鸾景致的同时 还能在悦耳的音乐中 一边享用本地季节食书的原住民美食 欣赏老板精心布置独具特色的店内装潢 我们是一家乡村音乐咖啡餐厅 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让专业的表演者 让许多原住民歌手跟乐团在此助唱 也欢迎有需要舞台的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来这里尽量地表演给客人听 来这里用餐的游客能够透过听歌 感受到原住民的活力 除了提供聪明原住民的风味餐 简餐热炒之外 还提供了下午茶的咖啡 花茶蛋糕手工饼干等 欢迎各位来店里享用 集结了桃园县来自不同工作坊老师们的创作品 无论是原住民传统服饰 或是精致的手工原民娃娃 手工艺品等琳琅满目 充满原住民精湛的传统记忆商品 都可在这里找到 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成立工坊以来 我们就致力于让我们的珍贵文化 能够让世人所认识 所以除了贩售手工艺品之外 我们还成立了一些教室的教学 为的就是让我们的族人 或者是对我们原住民文化 有浓厚兴气的族人 以及朋友都能够有机会 学习原住民的传统记忆 鲑鱼 鲑鱼 海胆 干贝 想吃最新鲜的海鲜就在这里 不管是精致的创意料理 或者是豪华十足的海景生鱼片 所有想得到的日式精致美食 这里都能满足你的味蕾 所有的料理都是美味的啦 刚才我吃那个撒金米 特别印象深刻 因为我从来不吃了 我第一次吃全部吃完了 就很经济实惠 然后很方便聊事情 环境不错这样子 在网站上面查到评价还不错 就想说跟朋友一起来吃 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吃很饱 基本上我们的生鱼片啊 还有所有的鱼货 我们都坚持当天进 然后当天婆 然后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囤货的问题 我们就是进固定的货 所以我们每天吃到的生鱼片 都是非常新鲜 而且我们会不定时去大溪鱼港 去买一些比较特别的深海鱼 然后来供应一些比较雕琢的客人 制作料理的过程也绝对不马虎 用料上也很扎实 价钱也很平价 犹如置身南洋岛国 抛开生活的疲惫 在这里宛如天籁的原住民歌声 鸟鸟环绕 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 没有隔阂 发自内心的欢乐笑语 不绝于耳 很多冲突都来自彼此不认识 但是慢慢地在这家店里面 我们看不到那一个部分 原住民跟非原住民可以手牵着手一起跳舞 每天我们营造原住民的那种特质 也就是热情来迎接所有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朋友 也让他们彼此接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或体会感受原住民的文化跟美食 经历一整天的游玩到SPA馆按摩抒压 高雅舒适的装潢空间 悠扬的音乐 淡淡的精油熏香 在这里享受到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抒压 更是心灵上无感满足全然的放松 我们强调的是在于品牌的运用 还有芳香精油的运用 我们所使用的是来自于美国知名的环保品牌 我们每一位芳疗师均是通过国家考试合格的专业美容师 并且拥有三年以上的服务经验 最后我们还是强调落实在于无感的满足 我们的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以及味觉 我们所提供的都是客制化的服务 为每位顾客打造专属的芳疗课程 让来这里的顾客都能够获得愉悦的感受 桃园县的圆明商家们 除了有着原住民热情的天性之外 更能感受到的是 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热爱和执着 并将这份对于文化的热爱 用心的反应在经营上 在休闲时节 不妨来到桃园走访桃园好店 体验圆明的独特魅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